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到台湾来居住 他们是谁 他们为何来 来了之后 他们适应状况如何 以及我们台湾对他们 最大的吸引力是什么 在台湾 自由跟民主 是比香港优胜很多 因为在香港 可能你只是要好吃 就OK了 可是在台湾不一样 你需要那个五感 小世界都要很注意 就是这五个小小的点 我自己代表你这个经营者的细心 我来台湾是不认识人的 然后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的房东 那我说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女儿去弹钢 学钢琴 然后我回到香港之后呢 他跟我说 我已经买了一台钢琴 放在你的房子 你想搬到几楼 我就会觉得很感动 很有人情味 对 很好的台湾人 就给我 来公布一下 大家都去住他房子 对 很多香港人跟我说台湾很落后啊 怎么怎么 我来过一次之后 发现你们台湾很陷进 虽然台湾很多朋友不认同 有一些啦 不太认同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国家观念来到这里 每一次升国旗唱国歌 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 对 你说香港以前也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鸡民地 所以这边也给你一个国家的一个归属感 对 有些客人很特别 他看见你口音香港人 他就要故意 一定要跟你讲广东话 免费家教的 对 在大元食堂 不止有好菜 更有好故事 董娟 你对香港熟悉吗 当然熟啊 真的啊 举凡太平山尖沙嘴 香港迪士尼 庙街夜市 我都没去过 我没去过 那只是对地名很熟悉而已吧 所以每次在看香港电影的时候 对对里面的场景 感觉到心痒痒的 是啊 很多电影都是在香港取景的 就像这部嘛 阿斯坡亚 莫巴基吉巴巴 等一下 这是好莱坞的电影吧 在非洲草原取景的 还是这一部 意义是杀回啊 我只知道意气啊 这是台湾电影好不好 这是蒙甲万里哈取景 还是这一部 兵不厌价 这是战争 对啦 这是香港电影嘛 这是清朝吧 也不是在香港取景的啊 是啊 我看你对香港文化一点都没有很了解啊 或许没有那么熟悉啊 但是至少至少 我会说粤语 你会说粤语 我会哦 粤语并没有很容易耶 对啊 你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好啊 听起来蛮有味道的 可不可以再试一次 好 好有味道啊 请问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偷看你的内裤啊 什么奇怪的句子啊 谢谢大家 我们就要开始来今天看逢盛 我不知道怎么分访 我们先感谢今天啊 这个不仅来节目 还是带到我们餐厅来自己 自己准备餐厅 我们先谢谢 先谢谢大的好了 这是Win带来的是不是 这是什么 帮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是木瓜盾雪儿 木瓜盾雪儿 台湾人可能吃木瓜 不会加在甜的这个东西里面 他们可能是木瓜排骨汤 然后可能一开始 他们不太接受这个煮法 然后后来我就跟他们介绍说 这个很养生的 很滋润养盐 那女生吃很好 他们就来一碗吧 来一碗吧 对 所以你这是做料的特别 然后这个做法 从你的口音 还有刚刚几个字念的 我们注意到了 你是来自于香港 对 对不对 港人特别喜欢喝糖水吗 很爱 真的 对 我知道港人爱喝汤 爱喝汤又爱喝糖水 对对对 这缺乏水分吗 比较养生 因为我们广东什么都很爱喝那个老火汤 其实今天很适合 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来宾 都是主席都是出生 都是在香港 但今天在我们台湾的这块地上 大家都有志一同的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讲 特别请各位谈谈 在台湾的生活 以及怎么来 来了之后感觉 当然我们先从吃开始谈起 所以这个吃应该在你们香港 经常吃吧 经常这个喝这个甜品吧 对啊 那我们来尝尝看我们那个Win 带来的 好 从不符合你们的口味 对 然后吉拉德也是求饮 有先当一下食品吧 食品不敢当耶 很好吃啊 很有那个香港味啊 对 不错 厉害 但我觉得木瓜来配这个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诀窍 这个木瓜怎么要让它不会太烂 但诀窍就是我们选木瓜的时候不可以选太熟的 如果太熟的话它下去会整个融化 你吃不到那个口感 吃完午饭晚饭都免了吧 对因为它那个白木耳它是有那个现实纤维 所以你吃会有一些饱足感 其你自己就是最好的模特儿 没想客人 我就吃这个 对不对 好 好 现在我们发觉不仅有这个 我们还有 徐老板 这是什么 乾隆蜜汁花雕鸡 乾隆花雕鸡 对 为什么要加一个乾隆 因为是以前是宫廷菜 然后我爸爸就是会尝试把它缩小 可能一个人吃也可以 两个人分享也可以 所以这里面的食材 父亲是有没有跟你讲 这里面特别 当然有 手艺最特别的哪一点 告诉我们 这样子 这是秘方 对 不能公开 不能公开 那我最后去问乾隆了 好 来来来 谢谢 所以这里面要尝 来介绍一下我们来宾 吃你的这个 里面可以特别吃到什么味道 那个花雕酒的香气 花雕酒的香气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把那个果条 搬在里面 吸收那个汁 很好吃 很入味 你本来就是做餐饮的吗 没有 这是 以前澳洲读书的时候打工都是做餐饮业 然后回来香港找工作 其实做很多行业都不是餐饮业 那觉得让我最比较舒服的工作 可能是餐饮业吧 我爸妈回来台湾定居是1996年 然后来台湾我爸比较一定要吃饭 可是台湾的饭那米可能是珍珠米 然后他比较喜欢吃那个台国香米 然后就没地方找得到 他就不管了自己开一家自己煮 自己吃 真厉害 我从小就希望这样吃不到我自己开 没那钱了 他就比较喜欢研究 或是看以前很久以前会有尝试做我到的菜 然后他就做出来给客人尝一尝 等于他从香港改变了自己的行业 重新在台湾学手艺 在台湾卖起他想自己吃的 就分享给大家 对 所以这个餐厅应该也有近20年的时间 今年23年 23年 这是爸爸这一段 对 但你后来跟着爸爸的路也来到台湾 你做的是什么 我做的是披萨 我今天也带来了 对对对对 我们这边也有这一份 所以披萨这是你的 对 炸鸡呢 也是我的 那你为什么不去接爸爸的事业就好 为什么自己来弄一个呢 市场是会一直改变的 然后客人口味可能也会吃力 然后偶尔可能换一下味道也不错 所以你现在你的这个披萨的店 西餐的店 你跟爸爸的这个中式的餐饮店 对 就开在隔壁对不对 对没错 我们大家比较一下好不好 好 尝尝 我当主持人要保持中立公正 来 张萍你告诉我一下 父亲的儿子哪一个厉害 有新的味道和旧的味道 这个是比较浓和纯的味道 味道很不同 对 你喜欢吃哪一个 我喜欢吃比较浓的味道 中国人 我是比较喜欢中国菜的 张萍来台湾多久 我来了两年 才两年 对 你以前在香港是做什么事 我是做IT IT就是电信科技 电信科技 就做了差不多二十年 对 到那个工作应该是蛮稳定的 稳定但是压力很大 因为在我那 我那一个项目就是做一些软件开发的 经常就要加班 然后星期六星期天 假期的也是要去工作 因为我有小孩子 他们开始长大 需要我的时间比较多 姐姐她二年级 一年级二年级 她其实香港小学生的功课压力很大 每个星期英语中国语的都要去小考 我认为是一个家庭应该有的family的生活 妈妈压力大 小孩也压力大 压力大 然后没有时间 合在一起还是做压力很大的事情 对 所以就 这个是累积起来的 这个想离开 所以你担开了地图 来寻找上面 哪个地方压力比较小 对 有 因为我 其实我不是突然间 我要来这里的 是真的有做功课 真的 对 有做功课 但是我是用了两三年去慢慢看 我第一个选择是比较要近的 近的 那些澳洲 澳洲啊 这是太远了 那可能是我会想 新加坡 那个 马来西亚比较近的 然后再选的时候 欸 台湾不错啊 对 台湾不错又近 然后天气啊 跟香港其实也很近 可是你离开当初最重要的理由是压力 我们台湾的压力 你觉得比较小吗 我知道学生的压力 台湾到中学以上 高中已经不小 不少 但是我至少 我在他们小的时候 可以给他们一个快乐的童年 就是我希望的 欸 所以 台湾获选的理由 这个理由我们很骄傲 对啊 会给小孩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童年 也给妈妈跟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相处 对 可是我要问一问题 嗯 中国大陆的城市 离香港也蛮近的 珠海啊 什么地方啊 深圳啊 现在发展也不错 你没有考虑去那些地方吗 其实中国大陆 就是 现在我要谈就是第二个原因 我为什么要离开 那 除了我自己家人 自己的身边的事 然后就是 就是这三五年三年五年开始 那个我们可能有看到什么 那个雨伞运动 嗯 然后我们 香港人很多很多去表达 表达方式 以前我们会上街去表达 然后我们表达的时候 政府会会有反应 会听 但现在这几年我们 我看到就是 我们去表达 然后 听了 没有去回答我们的 回应 回应我们 那我看到这个 这个环境是越来越 越差 我小的时候 我是蛮自由的 我想什么 我可以讲 那我就 有点担心他们 长大的时候 没有了这个自由 所以我就来台湾 嗯 这一点 台湾应该当之无愧吧 对 我们这里是一个非常自由的土地 对 很自由 不吃炸鸡 就可以不要吃炸鸡 对 想吃披萨的披萨 所以 一个是 你基于家庭的亲情 嗯 考虑了很多因素 找到一个 自在很快乐 第二个是更重要的 你希望是一个自由的环境 对 对 大家 齐拉德是来这边 我们大家都认识你 蛮久了 对 是因为足球的球评 你现在还是 你看自己出书了 不得了 足球杂志 另外也有写一些 移民台湾的经验 但我可以告诉你 台湾的足球运动的 真的是萌芽 或者当初出名 真的是来自于香港 好几位 很多年前的球员 是 足球真的是台湾人 对这个对香港 可能很早开始的一个印象 但是你来台湾 是先从东海大学念书 对不对 我现在就开这个飞行港支堂水 就是开一家产厅 那我这个一百万的创业家移民 他需要每年我做的营业额要三百万 然后连续五年 然后还要那个申请专利 那五年后 我拿到的话也不是身份证 我是拿那个长期居留证 在台湾自由跟民主 是比香港优胜很多 因为至少台湾的人民 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 有投票权 足球真的是台湾人对这个 对香港可能很早开始的一个印象 但是你来台湾是先从东海大学念书 对不对 其实来台湾第一所是乔大 乔生大学先修班 他在领口 那是多少年前 1989年9月来的 30年了 30年了 然后后来在台中东海 对 然后后来有没有离开台湾 有离开台湾大概10年了 就回香港工作 10年 发生了什么事情 又让你重新思考了 因为以前年轻的时候没有网路 所以在香港很少有台湾的信息 都是一些历史书 会谈到蒋介石来到台湾 大概就这样子了 没什么 可是你在台湾念过书啊 但是我还没去念书之前 这是十几岁的时候 不过有一天看新闻 就说台湾的外汇存底 全世界排第二 当时仅吃日本 所以我当时原来台湾那么厉害 然后我就来台湾旅游一次 一个人就玩了一个月 之后就很喜欢这里 原来在香港人眼中很说什么 很多香港人跟我说台湾很落后啊 什么什么 我来过一次之后 发现原来台湾很陷进 但那已经是1980年代的事情了 1988年我第一次来 我那个时候发现很陷进 因为很多东西 我在香港从来没看过的 都在台湾看到 当然今天可能很普通啦 但是在香港 那个时候是觉得很压抑 后来就喜欢上这里 当然也有跟女生有关啦 我觉得台湾女生很容易认识 那个时候 所以第二年我就考过来 你应该早点讲这个事情 后来就1989年就考过来 念乔达再到东海 就喜欢上这里 当然毕业之后 就离开了之后回香港 工作一段时间 刚好因为进出口啊 跟中国是离不了关系啊 我在大陆住了7年 后来是 所以在大陆好几个城市 我都住了很多年 发现大陆是发展还不错 真的是发展不错 在经济方面 但是刚好香港遇到所谓回归嘛 就香港有点改变 我发现香港政府做的事情 比中国更糟糕 这是处理的一些事情啊 就跟我了解的完全不一样 因为中国政府有一些人 做的事情比香港还好 这个意思 所以我发现香港没有前途了 就要离开 离开最好什么 就回归嘛 我回归了回到台湾 因为我在1989年来的时候 就已经拿到台湾身份证 所以我随时就会回来啊 所以你也是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 在这个 所以现在回台湾已经多久了 我现在回台湾11年多了 11年多了 哇塞 那我问一个问题 你说你当初来台湾 追女孩子是一个因素之一 你现在太太是当初追的吗 不是 那你有跟太太交代 当初追了多少人吗 在台湾 当然不能告诉他 好 那太太在什么样认识 在香港人还是在台湾 太太是大陆人 在大陆工作时候认识 那 当你决定来台湾的时候 已经结婚了嘛 对了 那你有跟太太讨论过吗 有大概讨论过 因为她也没来过台湾 她也不知道好也不好 所以只能很无奈的跟着我来 很无奈的 但现在呢 喜不喜欢就不知道了 反正影响习惯在台湾 OK 所以说我们现在大致了解 各位都是不同时间来的 你久一点对不对 雪老板总是来台湾 4年前 2015年 2015年来 也不过才4年前 你们两位才2年 所以说你这情况是一青 跟着风火星来 你们两位 你是来的是 我刚才吃你的甜品 我都忘了你 你怎么来了 应该好 太没礼貌 我是创业移民来的 创业移民是怎么回事 创业移民的话 它是用100万的台币 然后投进来开个公司 然后我现在就开这个 飞行港式糖水 就是开一家餐厅 然后就是 它的规定会比较多 跟双鼻子那个 投资移民600万的不一样 那我这个100万的创业家移民 他需要每年我做的营业额要300万 然后连续5年 都要每年做到300万 然后还要那个申请专利 那5年后我拿到的话 也不是身份证 我是拿那个长期居留证 营业来两年了 对 这两年每一年的营业额 都有300万吗 去年有做到400万的营业额 那第一年就有通过 所以现在目前是 踏入第二年 哇那你可能 搞不好及早发给你的证流 因为你表现太优异了 我们现在谈投资 投资与发财好了 你原来是做这个甜品的吗 我原本不是做这个甜品的 原来是做什么 你在香港的行业 以前在香港 我在机场有工作过 两年左右 然后就去澳洲 工作度假 工作假假期 然后有一个机会 有一间公司 就邀请我去泰国那边 就是工作跟禁销 然后可是就是 那时候泰国那个 不稳定 然后家人真的很担心 因为那时候真的有点太危险了 那我就回去了 那后来我觉得 香港就是 我不习惯香港就是 政治方面 零零种种的东西 就像他们两位讲的 政治的方面 那后来就想要 离开香港 那我选择台湾是 因为要比较近 然后中文也可以 勾动到 然后移民的条件 就是100万 我自己可以存得下来 可以去做这个决定 然后就跟家人讨论 然后他们也支持我 就给我过来 开这家店 所以社会环境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那你觉得我们这边的 政治环境怎么样 我觉得在台湾 自由跟民主 是比香港优胜很多 因为至少台湾的人民 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 有投票权 好 可是你为什么 在台湾做你原来的 专业本好呢 这为什么做甜品呢 做甜品 糖水这个话 因为我以前工作 可能 因为是排班的 可能比较晚回家 回家已经11点12点了 那妈妈都会煮汤 老火汤 或是煮一个糖水 都会在家里等我回来 我觉得很温暖 那这些都是很养生的东西 我希望可以带进来台湾 这个糖水的文化 带进来台湾 以后的目标是 有一个自己的餐饮小集团 就不一定是港式的 可以是其他不同的菜的 一个小集团 向这个目标去继续留在台湾 那台湾做生意究竟好不好做 你在香港也做过 在台湾做生意 你比较一下 光以这个投资或者创业来讲 台湾的环境怎么样到底 对你们来看 投资的金额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政府的政策就是规定 好像香港你要拿那个执照 或是一个牌 就每一个部门都要过来检查 那台湾其实比较简单 比较安全一点 我们的行政比较便利一点 对 然后顾客呢 讲讲看 我们比较好客人 比较好 当然比较好 对 可是 香港来说 香港来说 比较少互动 就是客人进来 你不会有时间跟他沟通 可是台湾可能等了半个小时 你没有碰过那种 我们所谓的 台湾人很喜欢讲的 奥客 有 也会有 对也会有 其实哪里都会有 我在澳洲打工也会有 奥客 对对对对 都有 所以每个国家都有奥客 对没错 你都怎么对付他们 我做生意一个想法 就是什么叫生意 生意两个字猜出来 生就是陌生人 意就是让客人满意 然后这个就是生意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你都是要碰到陌生人 你要让他满意 这个才是生意 你这套哲学蛮有意思的 这只是看书里面学到的 对对对 所以你生意不仅有手艺 你还有哲理在里面 那为你呢 你感觉 或者听朋友讲 在台湾做生意 你两年来的经验怎么样 我觉得跟香港不一样的是 我的餐厅很需要 那个五感 五感就是视觉 听觉 臭觉 那个味道 还有出觉 这五个小细节都要很注意 因为在香港可能你 只是要好吃 就OK了 可是在台湾不一样 就是这五个小小的点 我自己代表你这个 经营者的细心 对 就是这五个细节 其实很重要 可是台湾人很在 你有没有用心给他 对 好 那你们两位的口音啊 或者会不会让很多的消费者 我就问你从香港来的是不是 他们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吧 会 会 这个往往给你们是一种 带来是加分 加分 是加分 有些客人很特别 他看你 看见你口音 香港人 他就要故意 一定要跟你讲广东话 哈哈 我不会 我都不会讲广东话 对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做的 他是表示亲爱 可能想练习一下 可能在台湾 免费家教 对 他点餐就跟你故意一定要讲 就是广东话跟你说 要点什么 点什么 这样子 你听他讲广话 应该并不到底的广东话 对 可是我也会用广东话跟他回 对 因为他们讲出来 就是希望跟我们讲广东话 跟他沟通 对 那你有没有碰到你的口音 有给消费者带来什么好奇吗 就是可能 比较熟的客人 来过很多次了 他们就会来吃东西的时候说 我下礼拜去香港 你要推荐去哪里玩吗 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 去哪里玩啊 怎么坐车啊 有哪些好吃的可以去试看看 所以香港的这个身份 反而给你们带来一些接近感 对 当然还有学广东话 对 其他的其实你是比较久的 你这几年在台湾 你看你做了求贫 而且你自己也建立了你的知名度了 现在还有自己的网路节目 你怎么看你自己在台湾的发展呢 2003年那个SARS的时候 香港人意识到要去郊外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我先生就开了一个露营生意 第一年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要 其实对台湾真的不懂 所以我们是出租 台湾人蛮喜欢露营的 很喜欢 而且是很豪华 你现在把你的露营生意在台湾做得更大了吧 不是 不好做 因为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市场是不同 那怎么办呢 你这几年在台湾 你看你做了求贫 而且你自己也建立了你的知名度了 现在还有自己的网路节目了 你怎么看你自己在台湾的发展呢 你说生意方面吗 对 我觉得台湾因为地比较大 人口 就相对相对来说 地大 人多 很多方面都可以比较好发展 像十几年前我第一 就是重新踏上台湾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说 台湾人不喜欢足球 你怎么做 我说就是台湾不喜欢足球才好做 结果我有一段时间真的是 差不多是垄断整个足球的网路世界了 这不包括一些新闻 另外有一个很大的网站 当时候现在比较弱了 但是我来台湾之前 他连足球这个新闻都没有 是我跟他谈完之后才开的 可以你看看现在台湾对于世界杯的风靡 现在已经我不再垄断了 太多人想进来了 我讲的是七八年前的时候 几乎都没有嘛 当时我没有杂志 网路上都没有很多信息 所以我觉得比较好 这是很多方面都可以发展 也可以找一些台湾还没有流行的 还没有做的 其实这个生意不错 香港人跟台湾来比较 对于一些 刚才你讲说你看到足球 这边有一块真空的地方 没有人来介入 是不是香港人对于这些商业活动 真的嗅觉敏感比台湾人更强 我不知道其他香港人怎样 你是很敏感的 我是因为我本身很年轻的时候就不喜欢打工 所以我一直都喜欢要做生意 我以前在香港做进出口的时候也开过公司 只是后来特殊政府一些很好的政策令到我公司要关门 所以就后来就心灰意冷了 就离开香港 然后台湾之后我也经营过像他们一样也开过店 不过我那个时候室内足球场也有开一家餐厅 不过我的餐厅是东西是不好吃的 但是他们还是要来吃 因为他有人来踢球 你是用球衣掩盖你的这个 我办一场比赛 我的餐厅叫挤满100人 他每一个人都要点我的餐 所以我的东西是随便弄给他们吃 你很厉害 反正是大家看球吧 看球踢球 有一些成本很低的 什么薯条 那个可以卖100多块 他们还是要买 所以我觉得那个商机是很多在台湾 在台湾商机很多 对对对非常好 OK那台湾的做生意来讲 到现在你有没有觉得 台湾你还是碰到什么铁板有没有 提到什么铁板 当然也有了在法规上很多次 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像我球球场后来也是关门了 因为原来是违规 那边是那一块土地是住宅区 是不能营商 但是还是要关门了 因为违规嘛 嗯 你有几个小孩 我两个 两个小孩 他们现在几岁了 大的12岁 小的9岁 那他刚刚提到说 他教育在台湾 你们的观察怎么样 跟香港比较起来 我觉得 因为我小孩没有在香港读过书 我也不知道怎么比较 要他们比较 比较切实知道现在的环境 不过听说香港是压力很大 反正我小孩都小学也是挺轻松的嘛 嗯 我觉得很开心啊 他们上学 但因为我担心将来他们到了中学以后 竞争也是很激烈 那个我反而不是很忠视他们的学业 因为我觉得学历高 只是帮学历第一个人打工 所以我从来没有逼他们 就是读书压力 我反而会教他一些做生意要懂的事情 那比较重要 他们现在对于香港的生活 有没有兴趣或者想去了解一下 他们去香港只是去旅游啦 但是我有试过一年 前两年去住过朋友家 他刚才有一个房子给我们住 我们加上我爸爸一家五口 去住一个大概十坪左右的凉房 他们说以后不要再住了很小 但是我说一般香港人住这种房子 所以他反而不习惯香港的时候 所以他们都认同自己是台湾的分子了 我小孩是小那个还在台湾出生 所以根本就是对你来讲 你也是我们的一员了 对啊 其实整个生活根本就在台湾 我也是爱台湾 真的 没错啊 你看你现在都做了 张萍你现在在台湾未来 你现在台湾跟原来的事业有接轨 还是你也做别的行业了 2003年那个SARS的时候 SARS之后呢 香港人意识到要去郊外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想 给一个郊外的活动给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 我先生就开了一个录营生意 就是带他们去感受一下 体验一下去录营 香港人其实是很少机会 很少录营 很少录营 而且我们那个事业就在香港 其实是唯一的 因为真的没有人去敢去做 那我们就投资移民的时候 就把这个事业就拿过来台湾这里 所以我们就在想是 第一年投资的时候呢 我们要 其实对台湾真的不懂 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在这里 就是我们一家人就来这边去闯 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成本 所以我们开的是网络 网络的生意 然后这一年我们发觉 其实台湾的录营跟香港的是质言不同的 完全不同 台湾人蛮喜欢录营的 很喜欢而且是很豪华 豪华 对豪华 为什么我是说豪华呢 他们台湾人是买很多漂亮的东西 就在录营摊摊 然后就摆很好的展品 然后很多东西吃 车子有一个车子 就在录营场上一开一开就很豪华 但是香港的不同 香港是一般家 刚才他们说是很小 一般人不会买这个录营东西 所以我们是出租 所以他们是不会投资这个 台湾人是很练义投资 所以你现在把你的录营生意在台湾做得更大了吗 不是 不好做 因为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看的不一样 市场是不同 那怎么办呢 对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去找学校 小学和幼稚园 小学生幼稚园那么小 他们有一天 有个晚上没有跟妈妈爸爸在一起睡 就跟同学一起 然后是自己去打那个录营的营帐 然后自己去煮一个简单的炒蛋炒饭 可是你把你原来的事业等于放弃了 对 现在改着跟先生做 对 那现在 那个是我投资移民的项目 那现在我有身份证 我有身份证 我就是要做回自己的 要做回自己的 自己的本行 对 所以我在这一年的时候 除了我的录营生意 那我就一直在探索 台湾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东西 可是你不是要跟小孩相处吗 但你又回到上班族了 你跟小孩 所以是拿捏时间是很重要 我做的也是一个网络的 网络就是我可以自己控制我的时间 所以台湾其实真的 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给到陪我的孩子 相反的 在香港呢 香港压力很大 我不可以不上班 因为生活的成本很高 家里五个人的生活费 房租啊 吃啊 我还有请了一个家荣去帮忙 这些全部我都不可以放下我的工作 因为我要支持家里的开支 所以真的是你们感觉都是香港的生活压力大 对 生活好像也忙碌 对 然后你们来了 有没有到现在还是不适应的 我们要问一下 但等一下我们也有一道菜 招待各位来台湾的香港朋友 当然已经是我们的议员了 等一下我们要上一道 我们今天问他们所有准备的菜 在台湾吃要慢慢吃 慢慢有五感 但是在香港只有一个感 就是要赶快 我觉得好贵去香港 此地不宜久留啊 每一次都是一两天就赶快跑 最重要是居住环境了 他们看到我房子 比如说来我家 我现在是四十几坪嘛 他们来都哇好窄啊 我说哈 在台中间小房子 很多房子有六七十坪呢 嗯 欢迎我们今天来的这些 我们在座的今天到餐厅来的 香港朋友们 除了他们自己自备的来自于香港 以及他们自己电影生产的话 我们当然也要进我们的地图之一 来看我们准备的是什么 我们的赖赏 今天帮我们准备的 哎呀 看得出来的非常是轻盈可爱的 对芒果沙拉 芒果沙拉 因为台湾的芒果艾文 台湾芒果很出名啊 其实店里面来很多 来到香港的朋友 都特别对芒果好像情有独钟 真的我们调查一下 喜欢芒果吗 喜欢 那我们收走吧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蓝长 来应该拿一个 我们特别以台湾最当季的芒果 来烧带各位 谢谢 谢谢 那这真的好吃 像现在你们应该也经常回去吧 那现在回去看香港 你们会不会感觉有不适应呢 会不会 有一点 哪方面 刚才Win他说了 在台湾吃要慢慢吃 慢慢有五感 但是在香港只有一个感 就是要赶快 看看 所以点菜要赶 因为他就在你旁边站着 然后吃要快 然后你吃完了 他就赶快帮你收起来 要下一位的客人去来 所以在香港我们都觉得 真的不适应这个快 太快了 对 其他人你呢 除了小孩对居住环境 你自己对香港的环境 现在 回去之后 还适应吗 当然很早就不适应 最不适应是 钱 我觉得好贵 去香港 因为我还要住饭店 没有地方住 坐车 什么都贵 香港贵 对啊 所以此地不宜久留 每一次都是一两天就赶快跑 香港反而就贵了 你们两位呢 就有看到朋友在香港生小孩 知道怀孕就要赶快订医院 我怕没有床位 对啊 然后快生了也要赶快找 那一边床位 产房这么几 对 我表 我老婆表弟 她老婆今天生 她床还要长廊旁边 睡在旁边 没有产房给她 没有 太爆满了 对 整体来讲 香港的医疗 像你们两位 以前大家都是 都是台湾的健保 对 真的在医疗上面 台湾 会比香港条件好吗 现在好很多 真的喔 不仅是孕妇 还有哪些呢 你们觉得呢 比方说 可能我之前身体不舒服 然后我在台湾看急诊 其实在台湾急诊很快 可能做个五到十分钟 就可以进去看到医生 可是如果你在香港 你去急诊 都是爆满的人 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之前看新闻还说 可能等了八个小时 九个小时 也有可能才可以看到医生 对 急诊已经变慢诊了 我们也看到好像最近 有些香港人 对台湾的居住 越来越有兴趣 这几年下来 对 你们有很多朋友 有在询问你们这方面的知识吗 这方面的讯息吗 有有有 你都跟他们怎么讲 就过来啊 过来啊 对啊 有钱投资 没有就是想一想创业移民 最大的理由限是什么 都是政治环境的变化吗 我觉得是居住环境比较大 居住环境 四十几坪嘛 在台湾是很普通 在台中更普通 很小的房子 根本就是 他们来的哇 好宅啊 我说哈 在台中这些小房子 很多房子有六七十坪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是感受很大 就是感觉在香港居住的限制性越来越高 对 你的朋友呢 我觉得反而不是 其实我自己两年前来的时候 我是自己去做 自己去申请这个投资移民的整个流程 那我做完了之后 我就把我的整个流程 我自己走过的路 就在一个Facebook的网络上 就开了一个Facebook群组 去跟大家去分享 现在我们已经有九千多个人 其实只有两年 然后九千多个成人 全部都是想到移民到台湾 我觉得不只是生活环境 而且是现在那个政治社会环境 影响的最大最大 虽然我们这边的支出是降低的 房租也许便宜 你有没有跟他讲 他们的所得跟台湾 台湾的所得 我们也自己抱怨 我们所得太低了 我们的薪资太低 你有没有跟你朋友有讨论过 他们来台湾 也要可能牺牲掉一些什么 有没有 有类似他刚才所说的 真的很多人问 很多专业人士问 问完之后 就不会再来了 我有一些朋友当老师 他们在香港六万港币 他们知道台湾 当个老师也是六万 不是台币 他们就不来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现实选择 那你的那个群组 他们碰到的问题 他们怎么谈 其实很多是专业 专业其实在香港 他们已经有一定的收入 有这个生活的本钱 然后他们一来台湾 其实很多都不 生活的 那个费用的压力 对他们不是很大 反而那个质量 生活的质量 他们是有考量 所以你看到来台湾的 现在比较多 而且比较会有优势 就是本身已经有积蓄的 本身已经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了 然后到台湾来 改换一种生活 对 退休的也有很多 半退休的 对半退休的很多 他们说这边来谈 有人会有现实的考虑 但有可能碰到薪资的对比 就打退堂鼓了 你们的年轻朋友呢 也是这样的看法吗 我的朋友 因为台湾听起来可能 一万多的港币 可能五六万台币好像很高 可是相对来说物价太贵了 很难去存到一笔钱来台湾 所以他们可能只是会很羡慕 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来台湾 所以 反而是年轻人有兴趣来台湾 可是他们本身的经济能力 没办法来 对 所以我们现在谈的现实问题就是 你来台湾很多人的想法 但是要看自己的财力 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 各位都是有专业能力 而且基本上你们都自己有相当的社会经验 然后来 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对 你们看到的一些朋友来台湾的 我们看到的数目增加 究竟大家适应的都像你们这么好吗 嗯 我觉得一半一半 很多人不适应 那讲讲一下一半的不适应是什么 国家感觉 虽然台湾很多朋友不认同 有一些不太认同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国家观念来到这里 每次升国旗唱国歌 我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 对你说香港以前也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殖民地 然后说好像对比其他国家来讲 他们会说有一个国家的想法 我们爱殖民地 也不会这样子 对啊 所以这边也给你一个国家的一个归属感 对 你们看到的一些朋友来台湾的 我们看到的数目增加 究竟大家适应的都像你们这么好吗 嗯 我觉得一半一半 很多人不适应 那讲讲一下一半的不适应是什么 公车又很不方便 比如说台中又没捷运 类似这些 最不适应应该是交通 因为连我都不适应 住了那么多年 因为台湾很民主自由嘛 马路是最自由的地方 你喜欢怎样就怎样 这个我到现在还没适应 所以很多香港新移民 新移民他们会 最不适应是这个 他有哪些呢 做生意啊 他们觉得很难做啊 当然他们来可能一两年 就觉得很难做 做生意本来都没有一两年 就可以那么好成功 没有他那么厉害的 真的是创业奇才很厉害 大部分都要三五年以上啊 才会开始有点稳定 我自己也做了很多年 才是算是有点成绩啊 所以没那么容易 他们很容易就都亏完了 亏完就要走啊 有朋友可以靠你啊 我帮不了那么多人 我不是姓郭的 郭董 张敏呢 所以刚才杰拉德讲的也对啊 好像我在香港熟了 来到这里 然后整个社会环境都不同 又是也是做不到 所以我就建议他们 要是来做生意的时候 慢慢要第一年 你们要把那个成本降到最低 然后就慢慢看下 这个社会生活的文化 他们的需要 他们的喜好是什么 这个才是一个做生意的方法 对 你们自己看未来这个香港人 或者港人来台湾的这个趋势 只会直线往上走吗 会 会越来越多的吗 会啊 会 原因在哪里 就他们刚刚所说 香港环境一直在变啦 对 而台湾我觉得越来越好啊 比我30年前来的时候 现在好很多啊 反正很多台湾 除了交通之外啦 什么都很好 嗯 还有什么建议吗 哈哈哈 交通的改 不台湾现在未来的走向 我们也面临很多社会的不同多元声音 台湾的很多的事情 你们都能习惯吗 台湾每天 我们社会有很多对立的言论啊 也有很多的这些情况啊 这个对你们来讲都很能适应 不会觉得这个社会好像这么分裂 这么对立 对我来说我觉得都差不多 对也没有说 民主的常态 对 可是香港说实话也没有一个说是民主 对 你说香港以前也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殖民地 然后说好像对比其他国家来讲 他们会说有一个国家的想法 可能对比大陆 大陆也有一个就是爱国这样子 台湾也会爱国 然后香港我们会讲 我们爱殖民地 也不会这样讲 对啊 所以这边也给你一个国家的一个归属感 对 那Win 将来你会在台湾成家吗 我希望会 真的哦 可是我现在目前还单身 要公开中国 没有啊没有啊 可是现在就是以事业为重 你的对象将来是要跟你一样 在香港地区的成长的还是接受台湾男孩子 都可以 都可以 就是缘分来了就来了 现在还没到 现在还没到 多好 对 你们在台湾这么多年来 你心中最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你一个从香港过来的人 就刚刚老板所说的 有国家感觉 虽然台湾很多朋友不认同 有一些啦 不太认同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国家观念来到这里 每次升国旗唱国旗 那个时候是很开心的 那你呢 台湾的人 因为我在 我来台湾是不认识人的 然后我第一个认识的就是我的房东 我租了房子 然后我才移民过来 我然后房东跟我谈 你移民为什么移民 移民来会想什么 那我说我希望我可以给我的女儿去 去弹钢 学钢琴 但在香港没有时间 然后我回到香港之后呢 他跟我说 我已经买了一台钢琴 放在你的房子 你想搬到几楼 我就觉得很感动 真的啊 因为我只是帮他租房子 但是他会买一个一台钢琴 你刚才公布一下 大家都去租他的房子 对 还有没有别的房子 我很幸运 就是来到台湾第一个认识的 很有人情味 对很好的台湾人 我觉得人情味是台湾很难得的一个 基本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 还有 有些社会已经没有了 你在准备接手父亲的完全 已经接手了吗 已经接手了 四年了 所以未来有什么样的计划 你现在自己在台湾居住了 你还是一半一半的 你说很多朋友还在香港 对 这边会越来越像是一个家了吧 对 因为这边可以说是给我一个 有一个生活时间多一点 那香港都是忙着工作忙着赚钱 然后这个是好像要生存的感觉 对 生活不是只是为赚钱 对 生活是有生活的本质 对 哇你们讲的太好了 我也决定留在台湾了 好 OK 来吃完你的东西 谢谢各位 谢谢 也聚祝你们两个生意大发财 谢谢 好 好 哦 那 好 好 人 这 嗯 热